消失的魔音 玩出梦想MR这款设备的研发已经进行了一半 很多决策其实我并没有参与 但有幸在后续的工作里 我能够尽力将其打造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目前它就是我个人最喜欢最常用的VR头显 可以说它就是最适合VR180影像创作者的头显 那现在这款产品快要正式发售了 我也终于可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款玩出梦想MR 玩梦最重要的配置就是用了两块分辨率为3840x3552的Micro OLED 4K屏幕 那单眼4K的这个规格其实是被苹果的Vision Pro带起来的 Vision Pro用了两块3648x3144的屏幕 并且用了R1加M2两块芯片来跑的 R1芯片根据解析来看其实也是用M1改的 也就是说苹果用了两块笔记本电脑级别的芯片来带这两块4K屏幕 而安卓阵营能用到的最好芯片是高通的骁龙XR2加Gen2 它也只是一个手机级的芯片 其实高通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单眼4K的时代 安卓阵营的单眼4K的头显方案是被Vision Pro吹熟的 有非常多的先天不足 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 做了非常多的权衡和取舍 这些问题大多都可以归为芯片的算力不足 但是我们还是尽全力去优化所有可以优化的项目 榨干芯片的最后一滴性能 发挥这两块4K屏幕的所有潜力 首先我们聊聊这个分辨率 坦白讲 高通的骁龙XR2加Gen2 很难带动两块4K的屏幕 高通在设计XR2 Gen2的时候 其实是按照单眼3K的规格来设计的 而Quest 3也只是上到单眼2K而已 那Vision Pro发布之后 为了对标苹果 高通也跟着发了骁龙XR2加Gen2 也就是现在网梦用的这款 XR2加Gen2可以看作是XR2 Gen2的超频版 可以跑单眼4.3K的分辨率 那高通确实没有骗人 它确实能跑单眼4.3K 但能跑和可用完全是两个概念 实际上我们想要用这块芯片 流畅地跑这两块4K屏幕 应对的方案有两个 一个是使用注视点渲染 另一个是将分辨率降低到单眼3K 因此在玩梦显示设置的高级选项里 有两种主要的显示模式 单眼4K和单眼3K 其中单眼4K用到了注视点渲染 而单眼3K是传统的完整渲染 注意这里的4K和3K是指上频分辨率 而不是我们常说的渲染分辨率 我们可以将VR应用的渲染管线 简化为如下形式 渲染分辨率会在更靠前的位置上 软件在渲染的时候 会有一个灵活的渲染分辨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Buffer 硬件则有一个固定的屏幕分辨率 像王梦用的京东方屏幕 就是单眼为3840x3552 它的面板上就有这么多个像素点 而上频分辨率可以看作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 是指软件最终提交给硬件的上频图像的分辨率 那京东方的这块屏幕面板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也就是有三种不同的上频分辨率 其中最完美的模式就是4K完整渲染 每只眼睛都以点对点的3840x3552的分辨率去上频 上频的像素量约为1400万像素 我们在设置的实验室选项里 有开放单眼4K的完整渲染模式 打开这个模式之后 上频分辨率就是非注视点渲染的3840x3552 在这个模式下 基本上在主界面里 随便做点啥 CPU和GPU就全都跑满了 实用性并不高 因此我们把这个功能放在实验室里 给大家感受一下高通宣传的能跑单眼4K 事实上京东方的这块4K屏幕 最合理的打开方式是注视点渲染 此时的上频分辨率为两个1536x1421的图像 其中一个是40%的注视点区域的清晰的1536x1421 它和硬件是点对点显示的 还有一个是全局的比较模糊的1536x1421 它会被放大到3840x352进行全局显示 此时的上频分辨率的总像素量为1536x1421x2 约等于440万像素 也就是说在注视点渲染下 可以仅渲染440万像素 就能达到再完整渲染1400万像素的清晰度效果 性价比拉满 那真的有这么完美的方案吗 注视点渲染确实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性能开销 但可惜的是 高通这一代芯片的设计 并没有准备好迎接注视点渲染 GEN2系列的芯片 并没有针对注视点渲染进行相关的优化 这导致启用注视点渲染之后的单眼4K显示 是不完美的 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中最麻烦的 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高通芯片原有的色散校准功能 另外就是注视点渲染功能 依赖于应用的适配 目前只有我们自己的主界面 Special Home做了适配 其他应用仍然都跑在完整渲染下 只能说未来可期 至于还有哪些问题 我们在后续的视频讲显示的细节时再详细展开 因此对于玩梦来说 目前最均衡的显示模式是3K完整渲染 这也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模式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疑问 芯片只能跑3K 那用4K的屏幕还有意义吗 当然是有意义的 原因有多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 只有上了单眼4K的屏幕 我们才能几乎看不到像素点 王梦的中央PPD是45 要大于Vision Pro的42 到了这个级别 可以说已经没有了沙窗效应 但话又说回来 无论是王梦还是Vision Pro 其实看多了之后 我还是能看到像素点 因为人眼的正常视力是60PPD 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有看过单眼3K屏幕的光机 单眼3K的沙窗效应仍然有点明显 观感并不好 因此单眼4K是一道坎 过了单眼4K 就基本上可以消除沙窗效应 第二点则是 对于VR的虚拟屏幕来说 在4K屏幕上跑3K 效果也要好于在3K屏幕上跑3K 这一点和我们的电脑显示器不同 传统电脑显示器 在软件分辨率和硬件屏幕 能够点对点显示的时候 效果最好 但VR这种虚拟屏幕 并不存在点对点的概念 因此无论是软件渲染 还是硬件屏幕的像素点提升 对于光感都是有提升的 关于这一部分 显示专家Kawakuta 有篇讨论VR头显像素渲染方式的博客 就分析了这一问题 博客链接我贴在视频下方简介里了 总的来说 传统实体显示器 在点对点显示时效果最好 但VR的虚拟显示器 则并不遵守这规则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分辨率都是越高越好 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 点对点显示的概念 综合以上几点 玩梦目前最均衡的显示模式 是3K完整渲染 这也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模式 而4K注视点渲染 则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果它能刚好不影响 你的使用场景的话 那么4K注视点渲染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关于这一部分的细节 我们后续会展开聊聊 王梦用的屏幕显示材料 是Micro-OLED 它的特点是拥有真正的黑位 其实在长时间使用Micro-OLED之前 我一直觉得Fast LCD也挺不错的 但现在用了这么久之后 我发现自己已经接受不了LCD屏幕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暗部的纯净度 Micro-OLED的暗部是不发光的纯黑 这一点是显示黑色时发灰的LCD所不能及的 对于画质党来说 Micro-OLED和LCD的VR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 特别是我是一个VR-180创作者 我自己会拍很多VR-180视频 例如2024年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拍了一小段放烟花的视频 在玩梦里 我看到的黑夜是纯净的黑 烟花在这个深邃的黑暗里绽放 而如果用Quest 3这种LCD头请观看 那么所有的黑色就都是灰蒙蒙的 这会破坏整个影片的氛围感 这里我们可以模拟一下 这段视频在Micro-OLED和LCD上的观感差别 并非只有夜晚 在许多大光闭的场景下 LCD暗部不够纯净的问题 都非常影响影像的观感 例如我之前拍的《越过山丘》 这就是一个大光闭的场景 那天是去爬山 阳光透过树荫撒下斑斑点点 这个场景需要纯净的暗部去表现树荫 只有Micro-OLED屏幕 能够给我一个深邃的暗部 衬托出穿过树荫看到阳光时的那种明媚的感受 而暗部发挥的LCD是没有这种画面表现力的 在习惯了Micro-OLED之后 在DOVR上看很多夜间拍摄的VR-180视频 原先在Quest 3上完全看不出来的暗部的细节和瑕疵 就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特别是我自己之前拍了很多视频 剪辑时是用Quest 3来监看的 虽然看过无数遍了 但当换到Micro-OLED的玩梦上看时 会发现自己原来遗漏掉这么多暗部细节 当然在暗部显示这一块 不得不说做的最好的还是苹果 苹果的Micro-OLED的屏幕面板 其实是它自己设计的 然后找索尼生产的 Vision Pro暗部的细腻度和纯净度 远超过京东方的这块面板 可以说Vision Pro这块屏幕 在显示上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它唯一也是最大的槽点 就是FOV太小 对于VR-180影像爱好者来说 在FOV的体验上 玩梦是要优于Vision Pro和Quest 3的 说实话我非常掩长Vision Pro上 16K的VR-180视频 但苹果唯一的问题是FOV太小了 包括重叠FOV也太小 这导致了在观看VR-180视频时 沉浸感的缺失 其实这是使用Micro-OLED面板的 共同难题 Micro-OLED的屏幕物理尺寸很小 在光学上很难将FOV做大 在这里面需要全场的取舍 苹果也不例外 那Vision Pro选择牺牲FOV做大提密区 而王梦的选择是牺牲一部分甜蜜区 通过容许边缘FOV一定的画质衰减 以此换来较大的外围FOV 不过虽然王梦的甜蜜区不大 但眼和属于正常水平并不小 不会影响玩动作较大的VR游戏时的体验 关于甜蜜区和眼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有兴趣的可以看双目VR摄影系列的V87 王梦的FOV中规中矩 双眼FOV是103度 介于Quest 2和Quest 3之间 而重叠FOV是87度 要好于Quest 3 Quest 3是通过牺牲重叠FOV 来提升双眼FOV的 那我不是很认可这种思路 特别是对于VR180影像来说 重叠FOV对于沉浸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FOV这一方面 王梦在VR180光影上的综合体验 要好于Quest 3和Vision 4 那么我们说了这款头显的这么多优点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产品最终还是要回落到价格上 2000美元的价格确实有点贵 事实上我们也很无奈 现阶段整个单眼4K头显的市场 是被Vision Pro吹熟的 在当下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单眼2K的头显 那么供应链的价格可以做得很便宜 但如果想做一个单眼4K的头显 那么成本就会呈指数式上涨 不只是翻倍那么简单 目前这个市场处于一分钱一分货 十块钱三分货的状态 像光两块4K的Micro OLED屏幕的物料成本 就已经比一整台Quest 3要贵了 实际上我们内部评估下来 连Vision Pro也是在亏本脉 如果你VR游戏玩得比较多 那么Quest 3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扎克伯格简直就是大善人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玩出梦想MR 也确实能提供一些独一无二的差异化选择 特别是对于VR180影像 它是我目前最喜欢也最常用的设备 那我也很有幸可以参与到这么一个头显的研发当中 亲身加入这个行业之后 能够学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玩出梦想D系列的后续 我们会围绕着这款头显 聊聊VR的显示和拍摄相关的内容 我是红维 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 我们下期再见